一年前,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臨香港 和我們一起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週年 並為我和第五屆特區的主要官員監禧 習主席在三天訪港期間的親切關懷 和四個始終的重要提示 為本屆政府依法施政、積極作為、開拓經濟、改善民生 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過去一年,特區政府堅持一國之本 在大是大非上,態度絕不含糊 對觸碰國家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 並無謂無懼地正確處理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加強國界對於憲法、基本法、國家安全的認識 過去一段時間,我聽得最多的一句話 是開局良好 但要將這個在中央大力支持 各界互量互揚和共同努力下開創的良好局面 繼續發展下去 有賴我們對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勞記初心 對香港特區的法治和獨特優勢堅定信心 以及對培育我們的青少年 成為有國家觀念、香港情懷、世界視野 對社會有熱情、有承擔的新一代 保持內心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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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